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幾個月以來一直聲稱 他對付中東的勝戰者將會比奧巴馬強硬 但他並沒有提出具體的計劃 川普在上星期指稱奧巴馬和希拉尼哈勒頓建立伊斯蘭國的言論 激起了美國公眾對他發起聲音論開評 川普在重複這些指稱之後 表示他只是諷刺奧巴馬和希拉尼哈勒頓 代表阿拉巴馬州的國會參議員傑夫塞辛斯 是川普的主要支持者 他在星期日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說 美國前國防部長帕內塔是希拉尼哈勒頓的支持者 他說川普需要詳細披露他的計劃 在全國民意調查中希拉尼哈勒頓的支持率領先川普大約7個百分點 哈勒頓還在幾個將會在11月8日全國大選當中 起著舉足輕重作用的戰場州 寧仙春普